我和罗俊举行完婚礼后刚回到婚房,我发现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包裹,觉得很奇怪,因为最近我忙于筹备婚礼的相关事宜,所以我并没有在网上买东西。 就在这时罗俊催我去洗澡,但因为好奇心作祟,所以我决定还是把包裹打开看看。 我想也许是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寄来的结婚礼物吧,于是我便去厨房拿来剪刀,开始打开包裹。 包裹里是一封信和一张银行卡,以及一个首饰盒。 我好奇地打开信封,看完信的内容后我跪地痛哭了起来,因为信是我前婆婆给我写的,顾寒出事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电话里家里人并没跟我说实话,只是说他受了重伤,家人让我赶紧回来一趟。 我立马和单位领导说明情况,然后打车往回赶,一路上我有些坐立不安,不知道是因为过度担心顾寒,还是因为我们俩心有灵犀,我心里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我一直催促司机能不能快点,因为此时此刻我想尽快回到顾寒的身边。 我想也许有我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那么无助,他也能坚强一点,配合医生治疗。 可当我刚去到医院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家里所有的亲戚已经在医院了。 而且他们的神情和往常的完全不一样,有的亲戚眼睛红红的,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秀秀,你到了,来来来,我带你去看顾寒。 姨妈神情有些忧伤地说道,我就像一个迷失方向的孩子,木讷地任由姨妈拉着我往前走。 可姨妈带我去的不是病房,而是太平间,我顿时慌了。 表妹他们在我后面忍不住小声抽泣,在太平间里我看到了由头到脚盖着白布的顾寒。 顾寒因为受伤严重的缘故,他面目有些变形,甚至有些浮肿。 我趴在他身上痛哭了起来,我没想到早上还跟我相互问候的他,下午就我阴阳相隔。 我哭晕在地上,而公公和婆婆早已哭干了眼睛。 婆婆因为伤心过度,几次哭晕在地上,现在正在病房里打点滴。 而公公呢,虚弱地坐在一旁,眼睛无神。 我强忍悲痛和家里的其他亲戚处理顾寒的深厚事,我要坚强起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要让他安安心心地离开,冷无牵挂,并且我已经做好要替他行孝的决定。 以后不管怎样,我都要照顾公公和婆婆,直到他们百年为止。 事后,听待我们处理顾寒此次事故的表弟说,经交警调查后,得知顾寒出事那天,他是因为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出的事。 而且当时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不顾交通规则逆行。 正因为这样,顾寒才会和迎面而来的大货车相撞人当场就不行了。 在此次事故中,听说那名大货车司机也受了重伤,只是他的伤势没有顾寒的重。 大货车知道顾寒是独生子女后,不知道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因为可怜公公和婆婆。 在顾寒安葬后不久,大货车司机和他的妻子带着二十万块钱过来看望我们,并征得我们的同意后去顾寒的目的祭拜了他。 大货车司机补偿的那二十万块钱我没有拿,我把钱全部交由公公和婆婆保管。 虽然二老都有退休金,但他们已经年过六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已经下定决心,后半生我不会改嫁,而是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替顾寒完成他未完成的责任和义务,替他好好照顾生他的和他生的人。 可我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最终还是来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刚下班回到家,我正准备洗手吃饭的时候,婆婆突然把我叫住了。 她指着客厅里的行李箱说道,黄秀秀,你的行李我们已经把你收拾好了,你带着自己的东西立刻马上给我滚出我的家门。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你的一切是好事坏将与我们顾家无关。 小天是我们顾家的种,理应我们自己抚养成人,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 他以后的一切都不需要你操心,我们会替他安排好一切的。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行李和我这个人已经被婆婆无情地推了出来。 我拼命地拍打大门,可公公和婆婆却不为所动,小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哇哇大哭。 可婆婆他们是铁了心不让我,再进这个家门,无论我怎么哭,怎么闹都于事无补。 屋里没有任何反应,我在门外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婆婆就是不肯开门让我进去,因为担心会影响到邻居。 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不得不推着行李在家附近找了酒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假,然后回家想和公公婆婆他们好好沟通一次。 谁知当我回到家以后,却意外发现家门锁早已被换,我打婆婆的手机,却发现已是空号。 晚上我又厚着脸皮回了家,可我在门口等到夜里十二点钟,家里都没有任何动静。 我顿时慌了神,我问遍所有认识的亲戚,可他们均表示不知道公公和婆婆的情况,他们更不知道婆婆的行踪。 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找小天,我想问她,他们头天晚上到底去哪了,我都找不到他们。 当我去到学校找老师询问的时候,我却意外发现小天早已转学去其他学校上学。 就这样,我一夜之间失去了很多,我发疯似的寻找小天,可因为保密原则,却没有人敢告诉我公公和婆婆还有小天的行踪。 公公和婆婆还有小天仿佛像消失了的一样,我发疯似的寻找他们,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 失魂落魄的我,为了生存,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小天他们的下落。 我想,如果我找不到他们的话,以后死了后都无法面对顾寒。 可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找到小天他们,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朋友见状不忍心,我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于是便开始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一开始我很抗拒,所以朋友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被我一一婉拒了。 每当我想小天和顾寒的时候,我就会去他的墓地做作,陪他聊聊天。 让我奇怪的是,每隔半个月就会有人给顾寒送花,他的墓碑旁边还有一些祭品。 我不知道是顾寒的朋友,还是公公和婆婆他们来看过他。 我曾偷偷地躲起来观察,可却没有发现有何异常,那人似乎知道我在等他似的,所以就不前来祭拜顾寒。 三年过去了,我变得冷静了很多,无数个夜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复盘我和顾寒从认识到结婚后的点点滴滴。 我们俩在一起后,就很少会分开那么长时间,我没想到一次出差,竟然会让我们阴阳相隔。 我和顾寒是大学同学,同时也是校园情侣,从恋爱到结婚我们俩一起走过了十五年。 结婚十年,我们俩的感情如初,我们彼此事事有回应,事事会报备。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出门去上班,晚上下班后会一起回家。 吃完饭后,会带小天到楼底下去走走,闲暇时间,我们会一起带着公公和婆婆外出走走看看。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们家没有婆媳矛盾,所以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早已成为亲朋好友羡慕的对象。 我想,如果顾寒不出事的话,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幸福地继续过下去,可现实很残酷。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座城市苟延残喘,逢年过节时,我特别想念顾寒他们。 我经常以泪洗面,我后悔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珍惜他们。 亲人一个又一个离开我,我痛苦地无法入眠,失眠变成了家常便饭。 所以我整个人看起来不仅憔悴不堪,甚至看起来会比同龄人老很多。 认识戴维纯属意外,那天因为失眠,快天亮了,我才沉沉入睡。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上班打卡的时间,我赶紧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洗漱,然后拿起包就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我本想到小区门口时在打车回公司的,谁知走到小区门口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拿手机。 可如果我再折回去拿手机的话,我一定会错过头天约好见面洽谈业务的客户。 就在我着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小区里开出一辆小轿车,为了能及时赶回公司,我只好厚着脸皮向对方求助。 当我把自己的请求告诉对方时,没想到对方愿意无条件送我回公司。 而对方不是别人,正是戴维。 为了感谢他帮助我,临下车时我跟他要了联系方式。 同时还告诉戴维,等我忙完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后,我一定会请他吃大餐,以示感谢。 戴维笑了笑并没有接话,就这样我们俩算是认识了。 再次见到戴维时,是在朋友聚会上,当我们俩再次相见时,很快就认识了对方。 那天聚会上戴维和我聊了很多,聚会结束后,我和他一起回家的。 后面我们俩的联系越来越多,通过交谈得知他是离异人士,目前单身,他比我大五岁。 朋友有意撮合我们俩,所以他们总是有事没事就把我们俩约出去聚会,然后再给我们俩制造独处的机会。 戴维的性格很开朗,而且风趣幽默,是我喜欢的样子。 在他的开导下,我慢慢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他答应以后不管怎样,他都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 他还愿意和我一起继续寻找小天和公公婆婆的下落,我很感动,并决定和他试着出对象。 两个月后,戴维向我求婚,我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求婚。 为了让我有一个难忘的婚礼,婚礼的程序,戴维一样不落地给我准备着。 从彩礼到三金,再到改口费等等,都是戴维自己一手准备的。 还有结婚的很多细节都是我们俩亲自亲为,朋友都很羡慕我。 他们说,这次我找对了人,同时也是嫁给了爱情。 不久后,我和戴维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我总发现好像有一双眼睛在背后默默看着我们。 我想也许是我忙于结婚的相关事宜,太忙太累了,所以才会产生一些错觉。 婚礼结束后,我和戴维送别亲友后,就急匆匆地回了婚房,一进家我就发现一个快递包裹。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因为这段时间忙于结婚的事,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有买过东西。 就在这时戴维催我去洗澡,然后早点上床休息,但因为好奇心作祟,我还是决定先打开快递包裹后再去洗澡。 包裹里是一封信和一张银行卡,以及一个首饰盒,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包裹是婆婆寄来的,信的开口是她恭喜我新婚,然后婆婆在一五一时地告诉我这几年来他们消失的原因。 原来呀,顾寒去世后公公和婆婆担心我会因此而终身不嫁。 二人不因为不想拖累我,于是便带着小天去一个亲戚家赞助。 其实小天并没有转学,而是公公和婆婆他们事先和小天的老师打好招呼,目的就是让我不再去学校找小天。 因为公公和婆婆都有退休金,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能养活小天。 毕竟顾寒已经去世,虽然他们万分痛心,但他们早已接受了事实。 公公和婆婆觉得我还年轻,他们不能让我守寡。 为了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最后他们选择不辞而别。 银行卡里的钱,就是当年大货车司机补偿给我们的那二十万块钱。 这么多年来,不管有多艰难,公公和婆婆都没动用那笔钱,目的就是想把钱就给我和小天。 信里婆婆还告诉我,其实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关心着我。 当他们得知我找到另一半时,他们替我感到开心,他们曾私底下调查过戴伟。 很多事实证明戴伟是个很不错的男人。 婆婆还告诉我,其实白天我和戴伟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曾来过婚礼现场,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光。 最后,婆婆说,手势合理的对戒和项链,是她和公公的一番心意。 他们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女儿一样,女儿出嫁了自然要有礼物。 婆婆让我安心过好自己的日子,小天我不用操心,她过得很好。 看完信的那一刻,我跪地痛哭。 我没想到原来小天和公公婆婆一直都在我身边,默默地支持我,祝福我。 看到我突然哭得很伤心,戴伟立马跑了过来,当她看到包裹里的东西后,似乎明白了一切。 戴伟不停地安慰我,她表示,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会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 而且她还愿意和我一起照顾小天和公公婆婆,我听了后很是感动。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和戴伟回了婆家,当我们敲开门后,婆婆看到我们的到来,很是意外。 她和公公急忙把我们迎进门,我们刚坐下小天就起床了。 当小天看到我们时,高兴地跳了起来,寒暄几句后,我便和戴伟送小天去学校了。 从那以后,我和戴伟一有空就过去看望小天和公公婆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聚餐。 公公公和婆婆脸上多了很多笑容,我们还会一起去祭拜顾寒。 但我们并没有把小天接过去和我们同住,不是我们不想接她去和我们同住。 而是因为考虑到公公和婆婆的感受,所以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小天在家陪他们,他们心里也会开心很多,毕竟老年丧子,这种痛我们无法体会。 但我们如果下班早的话,几乎都会回去给小天辅导作业。 公公和婆婆看到戴伟一心一意地对待我和小天,慢慢地他们也接受了他的存在。 因为戴伟经常陪着我带小天和公公婆婆外出吃饭,或者是去散步,不认识我们的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戴伟性格开朗,他善于表达,所以他和公公婆婆婆相处得也很融洽。 婆婆曾不止一次夸奖过戴伟,她让我忘掉过去,然后好好和戴伟过下去。 婆婆他们家里的脏活累活基本都是戴伟去帮他们做。 偶尔二老不舒服,而我因为工作走不开时,都是戴伟替我照顾二老。 因此公公和婆婆逢人就夸戴伟懂事孝顺,平时我娘家有事,戴伟都会帮忙。 他带小天如同自己亲生儿子一般,为了长久维持我们的婚姻,经商量后我们决定要个孩子。 这样小天也有办,公公和婆婆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 而戴伟的父母虽然同意,但是他们要求我和戴伟不要插手小天的事太多。 毕竟小天不是戴伟的亲生儿子,以后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为此戴伟和婆婆不止一次发生争执,他让婆婆不要管太多,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打算。 婆婆因此记恨我,她觉得是我从中挑唆,所以戴伟才会试试听我的意见,我白口莫辩。 戴伟让我不要在意婆婆说的话,她会处理好此事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戴伟和她前妻离婚的原因。 原来啊,婆婆一直不喜欢戴伟的前妻,她总嫌弃对方是农村人。 不管人家怎么做怎么付出,都没有讨得婆婆的欢心。 虽然戴伟和婆婆不合,但是她和戴伟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他们俩之所以会离婚,是因为她的前妻不能生育,在婆婆一而再再而三的施压下,戴伟和她的前妻开始有了争吵。 婆婆不但不拉架,她反而添言加醋地数落戴伟前妻的不是,在一次次争吵后,他们彼此对对方失去了信心,最后离了婚。 而我和戴伟结婚,一开始婆婆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后面戴伟问婆婆,是不是想她单身一辈子后,婆婆才没有再继续反对我们俩在一起。 为了避免婆媳矛盾,我和戴伟各出一半首付贷款买了一套两居式的小房子。 月宫我们俩平摊,家庭生活开支则由戴伟一个人负责,家里的人情分子前则由我负责。 婚后,我和戴伟偶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因为曾失去过,所以每次发生摩擦时,我们俩都会反思自己,然后再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却过得幸福而温馨。 这辈子能遇到爱我的顾寒和戴伟,我觉得这辈子值了,我们一定会幸福地过下去,不离不弃。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我妈准备给我全款买一套房子。 我嫂子很不高兴,说女孩子都要嫁人了还买啥房子。 她还威胁我妈,说如果给我买房子,就让我们老何家断子绝孙。 可是,断她老何家的子孙,关我们母女俩什么事? 我妈是我哥的后妈,并无半点血缘关系。 那我妈的房子,跟妓子的老婆又有什么关系? 我考上了清华。 我妈特别开心,在饭桌上说要在三环内给我奖励一套大平层。 谢谢妈咪,妈咪真好。 我抱着妈妈的脖子揪咪了一口。 我嫂子顿时脸黑了,猛一摔筷子,看起来很是不高兴。 我不同意。 我妈和我都愣了一下,这是几个意思? 不是,我妈给我买房她有啥资格不同意。 谁给她的脸呢? 大嫂。 你这是咋低了? 谁招你了? 虽然对她这么说有点不满,但我还是给了她点面子。 毕竟之前,她跟我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我有好用的护肤品会分给她,她父母寄来的特产也会特意留给我。 一直以来,我们俩虽不能说相亲相爱,倒也是十分和睦。 所以,我实在是不明白她现在为啥这个反应。 她没理我,转头跟我妈仔细分析道, 妈,何超跟我讲过,公司现在效益不太好,您现在拿这么多资金给萧萧买房不太合适吧。 要是因为这一套房子导致公司生产链断裂,那就得不偿失了吧。 她说得十分诚恳,我听着倒也觉得现在买房不太合适。 我哪能因为一套房子就影响我妈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产业。 于是,我想着要不要开口让我妈暂时先别给我买了。 但我妈却玩耳一笑,安慰我嫂子,莉莉,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钱我早就准备好了。 公司不会因此出什么问题的。 我太爱我妈了。 果然,我妈是真疼我呀。 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解决了,没想到我嫂子却更生气了。 妈,那三环内大平层好歹也得几千万呢。 有这个钱拿来干点啥不好啊? 偏偏给女儿买房。 她说话变得丝毫不客气,似乎那钱是从她手里要的一样。 我有些猛逼。 您说说您,爸和何超赚点钱不容易。 您待在家里坐着又不用干家物,你跟萧萧隔三差五,去个美容院,买个大牌包我也就不说啥了。 但是,您能为爸和何超考虑一下吗? 干嘛要偷偷存私房钱,还全给丫头买房子。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好家伙,她搁这儿阴养我妈呢? 这是把我妈当成我爸圈养的米虫了。 还说什么,她就不说啥了? 这啥意思? 她有什么资格说什么呀? 她现在吃的喝的用的哪一项不是我妈出的钱? 整个公司都是我妈的,我爸和我哥就是个打工仔而已。 我妈确实平时不用去公司,那是因为公司由我哥和我爸管着就够了。 不都这样吗? 小弟负责干活,老大负责吃喝玩乐。 但有些大事我爸和我弟可决定不了,一定得我妈签字才行。 怎么到他这里,就成我妈让我爸和我哥养着了? 亲妈都被欺负了,我这个女儿要是当缩头乌龟,那就太拉胯了。 我气上心头,二话没说,一个巴掌打到了张力的脸上。 她的左脸脸颊上顿时出现了一个红红的巴掌印。 谁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眼泪不由地涌了出来。 你打我,我肚子里可怀着你们老和家的孙子呢。 你竟敢打我? 她歇斯底里起来,孩子还未出生,她怎么知道是孙子呢? 因为她找人看过,这其实不是她的第二胎,而是第三胎。 她生了大女儿之后就一直心神不宁地,总担心自己没生儿子, 我爸妈会对她不好,但是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起人忧天。 在我们家完全没有重男轻女这一说,大家都对我的小侄女疼爱有加, 把她视作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但她不信,总觉得没儿子自己地位不稳固,生了娃没几个月就准备生二胎。 二胎四五个月的时候,她偷偷找黑诊所查了一下性别, 发现是女儿,竟然偷偷去打了,我们谁也没有拦住。 我妈到现在一想起第二个孙女都很难过。 陪我小侄女玩的时候,总是能想起我那未能出世的小小侄女。 想着她要是顺利出世,想必也跟我小侄女一样可爱。 后来我嫂子又怀了现在这个孩子。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去查了查,终于是个儿子了。 她松了一口气,我们全家也松了一口气。 我以为她现在终于可以消停了。 没想到我错了,她自从发现自己怀的是个儿子之后,就开始趾高气痒起来。 从前在我们家干任何事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被赶出去似的。 而自从知道自己怀了儿子之后,似乎就觉得自己成为了家里的老大,各种吩咐我帮她干这个干那个。 考虑到她怀孕了,激素水平产生变化,我也是能忍则忍。 但今天我忍不了了,她说我妈。 我在忍我就是缩头乌龟了,一时气急,没忍住就打了她。 当然,冷静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冲动了。 尤其是看到张力哭得很惨之后,我无措地看向我妈。 母女怜心,我妈冲我微微点了点头,我就知道她没有怪我。 但毕竟我嫂子怀着孕,安抚她的情绪要紧。 我妈洋装批评了我一下,然后安慰我嫂子。 好了,莉莉,我批评过萧萧了。 她年纪小不懂事,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刚刚那番话我就当没听到,没事哈。 我嫂子更不高兴了,十分不可置信,她年纪小不懂事。 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我肚子里的儿子还没出生呢,您就把属于她的财产给自己女儿。 这也太欺负人了。 而且,你说就当没听到是什么意思? 我白说了,拳头硬了。 最搞笑的是她最后一句话,我妈的意思分明是说可以宽容她之前的失礼,就当不计较了。 她还不愿意了。 好赖话都听不懂吗? 我拦在了我妈和张力中间,张力的话我实在不愿让我妈继续听下去了,倒胃口。 嫂子,我最后叫你一声嫂子。 我告诉你,我妈的财产爱给谁给谁。 我妈养你老公已经是人至义尽了,她没理由再帮你养儿子。 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自己没本事就别生。 严禁于此,你好自为之。 一口气说完,我顿时觉得身心舒畅,然后便拉着我妈一起出去逛街去了。 跟这样的人多费口舌,真是自找不自在,何况她还怀着孕,要是气坏了,容易出事。 不如开开心心地陪我妈出去玩,等我哥把这件事处理好了再回来。 先是跟妈妈一起去美容院打卡,做了个脸,然后买了一些首饰,吃了顿下午茶。 美滋滋,路过一个小广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人几人特别热闹,妹子们围成了一圈,中间的舞台上有几个帅哥跳舞。 那腹肌,那身材,帅爆了。 我和妈妈默契地停下了脚步。 哇! 我吞了吞口水,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舞台上的渴人。 我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你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把口水擦擦。 她默默地给我递了一张纸巾。 我也想见世面啊,可是姐姐,我才刚高中毕业啊,一个月前还在疯狂刷题。 不过,想我寒窗苦读十年,看到这个是我的福气。 舞台上最帅的,最结实的一位往我们这个方向抛了个媚眼,我的魂都被她勾了去。 妈妈,她看我了。 胡说,她明明是在看我。 我,六我妈对着那个帅哥施以了一个微笑。 高贵,优雅,又不识风度。 我好像看到舞台上的那个帅哥的眼睛亮了一下。 演出结束的时候,那个帅哥走到了我面前,我以为我的爱情就要出现了。 没想到,她看都没看我一眼,静止从我身边跨了过去。 姐姐,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 她看向我妈,眼里亮晶晶的。 我妈优雅地拒绝了她,不好意思帅哥,我有男朋友了。 好家伙,男朋友? 姐姐,你女儿都有我这么大了好不好。 不过,我妈确实看起来很年轻,虽然已经四十岁了,但看起来根本不到三十的样子。 而且身材好,长得又漂亮,恍如一只白天鹅。 站在她身旁,我确实自残行贿,要是我能遗传她一半的美貌就好了。 可惜了,我随爹,帅哥失望地走了。 我妈的手肘撑在了我的肩膀上,她比我高半个头,这样她站着很省力,喜欢这样适而的。 有点儿,我妈撇了撇嘴,眼狗。 我明白,我妈把我看得肤浅了,盲字正清白,喜欢看归喜欢看,但我找男朋友又不会只看脸,我肯定找个成绩比我更好的。 我妈这才略满意地点了点头,那还行。 嗡嗡嗡,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手机已经震动了有一会儿了,只是刚刚演出的音乐太大,我没听到。 是我哥打来的,他的语气很是着急。 萧萧,你和妈在哪儿?你们快回来。 莉莉她在家闹着要把孩子打了。 啊?为什么呀? 我不太理解,难道就是因为一个房子? 哎,她说如果妈给你买房,那自己儿子生下来也受委屈,还不如不生。 你没劝她?我劝她她不听啊,非要闹着让你俩回来才行。 那你劝都不听?我跟妈来说,不是更不行。 她是你老婆,又不是我跟妈妈的老婆,她不听你的难道听我们的。 我有些烦躁。 本以为,我哥打来电话是要告诉我们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想到是让我们回家继续看他老婆的脸色。 哄她?我们又不欠她的,凭什么哄她? 她又不是怀了我的孩子,合着她怀个孕我们一家,都得像奴才一样伺候她才行吗? 我不愿意回去。 大不了我跟妈先去别的房子住去,反正我家房子多。 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挂了。 当我正要挂电话的时候,我妈把电话接了过去。 小超啊,我是妈妈,你别担心。 我跟萧萧这就回家,你先哄着莉莉,一会儿我们一起劝劝她。 没说几句,便挂了电话。 妈,不是,您还真要再热脸贴冷屁股啊。 我嫂子什么人您都看清了,何必再受那窝囊气? 我妈却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头,然后叹了一口气。 你呀,想得太单纯。 你嫂子啥样人,我们是知道了,但你哥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也得清楚不是。 我揉了揉吃痛的脑袋,觉得我妈这话有些不可思议。 我哥? 我哥还能咋想? 哥不是对我们挺好的吗? 是啊,在我的印象里,我哥一直是个宠媚狂魔。 遇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给我买,从来都没有跟我发过脾气,对我一直都是温温柔柔的。 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我妈白了我一眼,你还真是个傻白甜。 我的傻闺女,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你。 看人是不是针对你好要在大事上看,那种真的触动他利益的大事,比如一套房子。 你懂吗? 我若有所思。 我妈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无奈地笑了笑。 我思考了一会儿,抬起了头,妈,那你信任我哥吗? 我妈长叹了一口气。 我很想相信她,毕竟从她六岁我就开始带她了,我以为我跟她已经跟亲母子差不多亲密了。 但她今天,突然让我有些看不懂了。 可是,今天不是我嫂子让我们回去的吗? 我妈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傻子一样,那表情仿佛在说, 我怎么生出来你这么一个愚笨的女儿? 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了个儿子,她怎么可能忍心打了? 你哥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们如此急切地让我们回去,估计就是担心我们再晚一点我就把房子给你买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哥这么急切地让我们回去是这个原因。 我心中突然涌现了一股叛逆精神, 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买房,那不让他们得逞不就行了。 那,妈,我们现在去买房去呀。 等过了户,看他们怎么办。 不急于一时,我们又不怕他们, 我倒要看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作妖。 而且那套房子房主急着卖,价格还能降。 我妈嘴角微扬,高傲中透露着不屑,看起来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不得不说,我妈多年叱咤伤害,是有些气场在身上的。 只可惜,我嫂子看人的眼光实在愚钝, 居然把这么一个商场上的巨头看成依附于男人的玫瑰画。 嘖嘖嘖,得罪这么一号人,她命运堪忧啊。 我们到家之后,我嫂子的哭声立马响起, 你们都别拦我。 既然都欺负我肚里的孩子, 那我现在就去把她打了。 我嫂子边哭边坐视要出去, 我哥和保姆拦着她, 我爸则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说, 莉莉啊,你别这样, 你看你妈和萧萧不都回来了吗? 他们不买了,你别气坏了身子。 是啊,莉莉,我妈都回来了, 不给我妹妹买房了,你别闹了。 张力这才似乎平静了一些, 也不哭了,靠在沙发上啜气着。 就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我不太明白,这是在演戏吗? 这要是说没有提前计划好的, 我是不信的。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这一唱一鹤间,我房子没了。 我价值几千万的大平层没了, 咋就不给我买了? 这是没出钱的人能决定的。 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 我妈比我聪明, 自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中的门道。 他们三人拙劣的演技, 骗不了他这个商界大佬。 不买了? 谁说不买了? 我出钱给我亲生女儿, 买房不是天经地义。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 我妈这次丝毫没有留情面。 我知道原因, 她之前给张力留了面子, 是因为我哥和我爸, 但今天既然看出了 我哥和我爸的态度, 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面的三人都猛逼了, 似乎怎么也没想到 我妈会直接这么说。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嫂子又开始哭, 外人, 谁才是外人? 你和你女儿才是外姓人。 我肚里怀的可是老和家的子孙, 那我就是这个家的大功臣。 你就生了一个赔钱货, 连个儿子都没有, 还想用老和家的钱 给你这个赔钱货买房。 你有什么资格? 这是说的什么蠢话? 外姓人, 我和我妈是姓罗, 我哥和我爸姓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是入赘, 所以说, 这个家不姓和, 姓罗。 我妈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 说我妈是外人。 这是裹小脑了。 还有, 赔钱货。 都这个时代了, 还有人给女性用这个称呼吗? 那她也是女的, 她也觉得自己是赔钱货了。 我气笑了。 你自己当赔钱货吧, 反正我不是。 你骂谁赔钱货呢? 她不由分地就冲上来要打我。 原来, 我用她说我的话来说她, 她就会生气吗? 她上来就要耗我头发, 我有些吃痛, 轻推了她一下。 我确定, 我这样的力气, 不可能把她推倒。 对方是一个孕妇, 我有份寸。 但她却夸张地向后仰躺了一下, 我哥盲抱住了她。 萧萧你干嘛? 然后, 我哥用力地一把推开了我, 我重重地摔了一个屁股蹲儿。 我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家里的大理石地板上。 刹时间, 我感觉自己的尾巴骨好像断了, 一阵剧痛袭来, 我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但身体上的痛还不是最严重的。 我哥完全无视了我, 只是关心他的丽丽有没有事, 肚子有没有不舒服。 看着我哥无情的样子, 我的心比屁股更疼。 我实在没想到, 有一天, 我会被我最亲爱的哥哥推到了地上。 看着眼前这个人, 我突然觉得好陌生好陌生。 我再也不能把他现在的样子和小时候 给我买零食的样子重合起来了。 他变了。 张丽则在我哥不注意的时候, 对我露出了一抹嘲讽的微笑, 仿佛在说, 小呀, 傻了吧, 你都不够我的。 我妈急切地跑了过来, 一巴掌打到了我哥的脸上。 何超, 你真的让我非常失望。 然后, 我妈蹲下来检查我的伤势, 眼里满是心疼。 我, 哇, 的一声哭了出来。 妈, 我好痛, 我讨厌我哥。 他推我, 我哥这时候才慌了, 忙跟我道歉, 说他不是故意的。 一边说着, 一边也蹲了下来, 眼里满是自责。 萧萧, 疼吗? 要不哥现在送你去医院。 我不理他。 哎呦, 我肚子好疼。 我嫂子这时候捂住肚子, 慢慢倒在了地上, 似乎是动了胎气。 我怀疑他是演的, 不然怎么我刚受伤他就肚子疼了。 但他演的确实太真了, 表情似乎真的在承受巨大的痛苦。 我真想给他颁个奥斯卡最佳白莲花奖。 我哥一看张力这个样子, 当然就顾不上我了, 急忙关心他去了。 怎么了, 莉莉? 超, 我肚子好疼。 我跟爸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我哥吓坏了, 他跟我爸一个抱着莉莉出了门, 一个拿起车钥匙给他们开车。 毫不默契。 爸, 我还疼着呢? 我是你女儿, 还是张力是你的女儿? 我爸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萧萧乖哈, 一会儿让你妈送你去医院, 但是莉莉的肚子可耽误不得。 你体谅一下爸爸哈。 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亲爹吗? 怎么感觉在他眼里儿媳妇比女儿都重要? 我更委屈了, 感觉我哥哥和爸爸都被张力夺走了, 他们都抛弃我了。 我妈似乎明白了我的心事, 抱住了我, 乖乖, 妈妈在, 你还有妈妈? 不哭不哭, 我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联系了我家私人医院的医生, 没多久他们就到了。 医生给我仔细做了一番检查。 罗小姐这是尾椎骨骨折了, 但还好不算很严重, 配合吃药的话, 卧床静养半个月就好了。 骨折。 妈, 我哥把我打骨折了。 我委屈巴巴, 假装没听到后面医生说不严重的那几句话。 他凉了。 我妈淡淡开口, 语气里听不出是喜事杯。 但我知道, 如果我妈真的骂他一顿, 那他还算有点机会。 但以我妈这个态度来看, 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我妈对何超市彻底失望了。 一直以来, 我妈对我哥和我都一视同仁, 完全没有因为他不是我妈亲生的而苛待他。 心疼他从小就没有妈妈, 所以对他格外关爱, 对他跟我这个亲生女儿一样好。 从小到大, 他都上的最好的学校。 他想学啥, 我妈都会尽力给他找最好的老师, 还花大价钱让他出国留学。 他结婚的时候, 也是给他买了一套房子的, 跟我妈现在打算给我买的那套在同一个小区, 面积也大差不差。 他留学回来, 直接让他进了自家的公司, 当了一个中层的小领导, 事业顺风顺水。 本来我妈还打算今年年底给他一点公司股份来着, 因为他一直说自己工作多么多么认真辛苦, 我妈就打算奖励奖励他。 但任谁都不希望培养出一个白眼狼出来吧。 我妈对他和对我一样,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可他跟他老婆居然还想把我的那份一并夺走。 那还分啥股份呢? 分他个铺盖让他走人算了。 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吧, 他们才回来。 果然, 张力屁事没有, 挺着个大肚子慢悠悠地走了回来, 我哥扶着他, 我爸拿着一袋补药。 有说有笑的, 温馨和睦, 仿佛张力怀的是他们俩共同的孩子。 我妈脸色铁青, 感受到了我妈身上强烈的气压, 我爸这时候才反应了过来, 有点紧张地问他, 萧萧的伤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吧? 要不我现在送他去看病? 我妈白了他一眼, 等你回来, 黄花菜都凉了。 我爸善笑, 那看来应该没啥大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是啊, 没什么大事, 鼓个折而已。 我很不满。 我哥的脸色很是惭愧, 萧萧, 你鼓折了? 是, 拜你所赐。 我哥挠了挠头, 对不起啊, 萧萧, 不过你体谅哥一下, 也是你先推历历的不是。 他怀着运呢, 我不能不护着他。 本来如果他好好轰轰我, 我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 可他这是哄吗? 这分明是在责怪我。 丝毫不提最初是张力冲上来打我的事, 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推他。 我对我哥很失望。 够了。 何超? 你妹妹被你推得骨折了, 你现在还要怪他吗? 我妈少见地对何超动怒了。 我爸则做起了何氏佬。 清月, 你别这样, 超儿他也不是故意的。 萧萧这不是没大碍吗? 他一边说, 一边要搂, 我妈胳膊, 但被我妈不留痕迹地躲开了。 奇怪, 我怎么觉得我爸现在这么油腻呢? 感觉他一点都配不上我妈了。 何药祖, 什么叫没大碍? 骨折还没大碍? 你搞清楚, 现在是你的儿子推伤了我女儿, 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解决? 我妈维护我的样子真是帅惨了。 我为我妈疯狂打扣。 当然, 我也在一边做好充分地准备, 万一我妈落了下风, 我就要像一条中犬一样护着她, 不能让我妈受欺负。 解决? 婆婆, 您想怎么解决呢? 你女儿推我, 吓到了我肚子里的男胎。 我老公为了保护我才动的手, 有什么问题吗? 张力悠悠地开口了。 我哥低声劝他别再说了, 但张力哪里会听, 继续输出, 要不是医生说孩子没什么大碍, 我是不会放过你女儿的。 你管好你女儿, 不然我儿子有了问题, 你把你女儿卖了, 我都不解恨。 我寻思,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了。 他这怀了个男胎, 又不是怀了龙肿, 至于得意至此。 但看我哥和我爸默认的态度, 我便明白了。 怪不得张力那么想要儿子, 原来不只是他想要, 我哥和我爸也想要儿子。 在他们眼里, 只有我哥和我哥的儿子才有资格得到家产。 我哥就活该有两套甚至三四套房子, 而我一套都不配拥有。 即使我比我哥成绩优秀, 即使我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 即使钱都是我妈出的。 张力看, 我们都不说话了, 以为自己的洗脑起作用了, 话音越来越有底气。 还有, 这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给女儿买房的, 给女儿买了房内嫁人了不就成了男方家的了? 这家产都应该是儿子的, 哪有给女儿的道理? 我觉得张力既可怜又可恨。 你妈不给你买房, 不代表我妈也不给我买。 张力似乎被我的这句话刺痛到了, 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 她是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的, 从小被灌输要抚养弟弟的思想。 所以, 她结婚前的所有存款都贴不给了娘家,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跟我哥结婚的时候, 她父母见我们家有钱, 还狮子大开口要了一百万彩礼。 当然, 一分钱赔嫁都没有, 并且彩礼钱不带回, 说要留给儿子买房子。 我妈见对方家长, 这个态度本想一走了之的, 但无奈我哥闹着非张力不娶。 没办法, 我妈只好妥协对方的所有条件, 风风光光地把张力娶回了家。 张力之前并没有觉得贴补弟弟有什么不对, 她一度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也正常, 因为她家乡基本都是这个思想。 但自从她嫁过来之后, 看到我妈对我这么好的时候, 她心里才有了落差感。 真羡慕你, 这是她跟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真羡慕你, 能用这么好的护肤品。 然后, 我便会把没拆封的大牌护肤品都塞给她, 让她随便用。 真羡慕你, 天天能吃这么高品质的燕窝。 我便跟家里的阿姨说, 以后每天也给她定一份。 我妈一直跟我说, 张力她原生家庭对她不好, 让我力所能及地多照顾她。 毕竟她是远嫁, 我们需要让她感受到归属感, 让她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我做到了。 没想到, 现在她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了, 我跟我妈道成了外人。 张力却很快又镇定下来, 冷笑了一声, 你妈想给你买有什么用。 这个家, 你妈又说了不算, 爸说了才算。 哦, 是吗? 何耀祖, 你说了算。 我妈转头问我爸, 清冷的眸中散发着肃杀之意。 我爸不自然地看了看天。 好吧, 没有天, 他看着我们家的水晶灯, 语气极为不自然, 不不不, 不是, 咱家咱俩说了都算。 眼看他们那方落了下风, 张力不满了, 抱着我哥的胳膊撒起了胶, 老公, 你说句话呀。 于是我哥像个男人一样站了出来, 妈, 你就听莉莉的吧, 这房子先别给萧萧买了, 或者要买也行, 写我的名字, 由我这个哥哥给他把关, 一定不让他以后的男朋友骗走。 我哥这套说辞仿佛不知道他们刚刚排练了多少遍了, 说的时候十分顺流。 估计他们三个之前商量了很久才讨论出来这个结果, 所以他一脸自信, 很笃定地认为这是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既拿到了这钱, 又让我有了住的地方, 还在道义上说得过去, 真真是一手好算盘。 我真的想不到, 我最亲爱的哥哥和爸爸居然能这么算计我和我妈的财产。 我妈用一脸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 带着丝丝冷意。 她笑了, 问我爸, 你也是这么想的。 屋里一阵沉默, 答案不言而喻, 既然如此, 和药组, 我们离婚吧。 萧萧跟我, 离婚协议书我稍后请律师带给你。 我妈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惊了。 老婆, 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们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婚呢? 是啊, 妈,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你要非想给萧萧, 那也随您还不行吗? 我哥也在一旁帮腔, 不过他的语气实在算不上诚恳。 张力拽了拽他的袖子, 他舍不得那套房子。 哥,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这意思就像我妈的钱, 都是你们父子俩的一样。 你别忘了,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妈打拼出来的。 我妈给我买房天经地义, 还用得着看你一个妓子的眼色吗? 既然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了。 萧萧, 什么妓子妓子的, 说话多难听。 我们是一家人。 我爸一本正经地批评了我。 何耀祖, 到现在你还敢凶萧萧? 我告诉你, 之前我们是一家人, 从今往后不是了。 你和你儿子儿媳才是一家人, 我和萧萧是一家。 你们一家人, 现在, 立刻, 马上, 离开我的家。 我妈似是气坏了, 脸色铁青。 家里的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是我妈婚前买的, 属于我妈的个人财产。 罗青月, 你来真的? 我爸有些愤怒, 不然呢? 行, 你别后悔。 说完, 我爸扬长而去。 我哥和张力也马上跟了出去。 等他们都走了之后, 屋内终于安静了下来。 桌子上的全家福,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 摔得四分五裂。 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哀。 原来为了利益, 就算是至亲, 也会兵戎相向。 其实, 我哥和我嫂子跟我抢财产也算正常, 毕竟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但我爸在这儿瞎掺和什么呢? 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啊。 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儿, 而我哥是个儿子, 所以一定要吸女儿的血来给儿子铺路吗? 我觉得很不能理解。 这时候, 我妈扑到了我的怀里大哭起来, 呜呜削削, 妈妈失恋了。 我没想到你爸居然是这样的渣男。 我忙抱着我妈安慰, 不就是个男人吗?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看着我妈哭得梨花带雨的面容, 我想了想又认真地补充道, 妈, 我其实一直觉得我爸配不上你。 你也觉得? 我闺蜜也都这么说。 嗯, 也就那天我们见到的小狼狗, 还勉强跟你算是般配。 妈, 你这么有钱又好看, 为啥看上了我爸呢? 你图啥? 我觉得我爸的五官虽然还算是端正, 但跟我妈这个大美女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哎, 说来话长, 你姥姥姥一直教育我, 找对象一定不要找太帅的, 要找老实的, 你爸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 是啊, 后来我才知道, 把老实作为一个人的优点是因为她再也找不到别的优点了。 你没本事, 二长得不帅, 三还离婚带一个孩子, 但当时被你姥姥催婚催怕了, 这才结了婚。 我妈怅然若失, 穿过她的眼眸我, 似乎看到了当初青春靓丽的她。 妈, 那你后悔嫁给她了吗? 我妈看着我抹了抹眼泪, 我以为她会说因为我而不后悔, 正准备酝酿一下情绪哭一波。 没想到, 我妈, 后悔, 要是找个帅点的, 你也不至于长这样。 我, 得, 您还不如不说。 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期间, 我爸和我哥来看过我, 不过我没见他们, 我对他们很失望。 我妈变得很忙很忙, 经常很晚才回家。 我爸和我哥罢工了, 公司里他们之前负责的部分事情得我妈亲自去处理。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妈妥协, 等我妈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 公司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让我妈去求他们回公司帮忙。 到时候,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财产, 房子, 这些不动产在公司产业面前不值一提。 可是他们实在太小看我妈了, 当然, 也太高看自己了。 他们一走了之之后, 公司只是一时缺了人手而已。 但并不会一直这样, 他们二人做的工作也不是非他们不可。 我妈经过了短暂的忙碌之后, 很快就又把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了, 我爸和我哥的工作也找了更优秀的人来替代。 眼看着计划落空, 我爸他们慌了。 我的伤慢慢好了, 到现在已经可以随意走动了, 只是不能剧烈运动。 我闲着也是无聊, 闲着没事会做菜打发时间, 竟意外的还挺好吃。 这天, 我做了一道十分成功的糖醋鱼, 色香味俱全。 我觉得如果就我自己吃实在太浪费了, 心血来潮决定给我妈送过去。 但当我来到我妈办公室门前时, 却听到了里面的吵闹声。 隐约能听到一些, 公司, 离婚, 之类的字眼。 里面有我妈, 我哥, 和我爸的声音。 我忙推开门, 冲了进去。 正见到我爸面色赤红地跟我妈理论, 离婚协议书我看了, 凭什么公司和财产都归你? 我不同意。 我妈的脸色冷得似乎能结成冰。 凭什么? 凭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儿子的婚房我不要回来, 已经是恩赐了。 你还想肖想我的公司不成。 罗清月, 你别忘了, 公司这么多年一直是靠我来经营的。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合着这是要财产来了呀? 去家里闹还不成, 非要来公司闹。 这是要让我妈难堪吗? 爸, 你在干嘛? 我冷不丁地一问, 他们这才注意到了我。 我哥皱了皱眉, 萧萧, 大人的事, 你别瞎掺和。 我立马不乐意了, 耿起了脖子, 我妈的事就是我的事。 爸, 妈妈这么多年没给你发工资吗? 我爸被我冷不丁地这么一问, 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 那既然都给你发工资了, 你还想要啥? 敢请你如果去别的地方打工, 打工时间满十几年别的老板也要把公司给你不成。 我爸被我问蒙了。 我妈听完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暗暗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我哥生气了。 萧萧,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爸是长辈?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说不过别人, 就爱找别的理由来压人一头。 长辈怎么了? 感情长辈就不能说了。 那走出社会了怎么办? 又不是是个人都是你的孩子。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 来了这么一出, 我妈的心情比刚刚好了许多。 她跟我爸下了最后通牒, 何药祖, 你如果确实不同意我定的财产分配方式, 那我们可以走诉讼。 不过, 那样的话, 有些人的事情可就藏不住了。 你考虑清楚。 不知为何, 我看到我爸的脸上浮现了一抹惊惧之色。 很明显, 我妈的那番话吓到了他。 你, 你都知道了。 我妈回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 我爸打了个寒战。 离婚协议我这两天签好, 周末我们就去离婚。 说完, 我爸便拉着我哥着急忙荒地就要走。 我哥满脸问号, 爸, 咱这就走了。 走。 我爸很是急切。 我爸一走, 我就好奇心爆棚地问我妈。 妈, 你说的藏不住的事情是什么事啊? 我想象不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我爸这么害怕? 转移公款。 两千万。 我被这个数字惊到了。 我爸, 还真是大胆啊。 这么多钱, 够他做个二十年牢的,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个胆子。 我妈看穿了我的心思, 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但以现在的技术, 查出来她做的这些事简直不要太简单。 我爸糊涂, 我有些颓丧, 想着我怎么有这么一个贪心的爸爸。 妈,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爸这么糟蹋, 你的公司, 你不恨吗? 我妈是可以报警的, 那样她不仅可以追回所有的赃款, 还能出口恶气。 我妈再次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我, 报警。 那你不也完了? 有个坐牢的爹, 你以后的人生怎么办? 我妈揉了揉我的头, 你放心, 那些钱, 我有别的方法, 可以追回。 我爸和我哥新成立了一个公司, 做的是和我妈的肖月集团一样的, 的业务。 他们挖走了公司的部分骨干和客户, 连着做了几个大单, 一时间声明确起, 风头无两。 而肖月集团在对比之下则稍显颓势, 仿佛一个大限将至的失望。 我爸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还内涵了我妈。 我挺感谢我的前妻的, 若不是她离开了我, 我也没有勇气出来单坐, 大概还在肖月集团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专时。 这把自己说得多可怜啊。 要不是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 兴许我就信了。 我很失气愤, 妈, 您也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给您作证。 我妈笑了笑, 不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看我妈这么自信, 丝毫没有因为我爸而影响心情, 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爸的倒横确实浅了点, 他确实已经很谨慎了, 挑的客户都是自己从前一手对接的那几位大客户。 他本以为自己跟他们已经够熟悉了, 毕竟曾经一起吃饭喝酒, 聊起天来就跟多年的老友那样随意。 他以为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 但是资本的世界哪里有真正的朋友? 他们之前一起玩都是带有目的的, 都是为了合作, 说来说去无非为了一个, 钱, 字。 当虚假的友情遇到货真价实的利益, 友情会一文不值。 那几位客户跟我爸签的合同是做过手脚的。 而我爸为了跟别人表示信任, 拉近关系, 连看都没看就签了。 朋友吗? 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 那几位客户跟我妈也签合同了, 这次的合同是真的。 我妈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 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亮给他, 留了一手。 比如, 集团合作的那个加工产品的代工厂, 其实是我妈的, 我爸不知情。 所以, 当我爸以为接到了大单子, 风风火火地让代工厂给他做产品的时候, 我妈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鱼上钩了。 我爸几乎把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在了这次合作中,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单子。 他打算靠这次合作让他的公司一跃成名。 可是正当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资金不足, 我爸打算去收回部分货款。 但, 客户却挑起了毛病, 我说何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型号跟我们要求的不一致啊, 这我们收不了。 我爸猛了, 顿时遍体声寒。 不可能, 我这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约定来的。 怎么会不一致呢? 客户笑了笑, 把合同拿给了他看。 果然, 型号不对。 这就相当于他前期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 不仅如此, 还道欠了加工厂很多钱。 这样一来, 他相当于破产了。 我爸在客户的公司闹了一通, 据说后来是被保安架着出去的。 后来, 我爸的公司宣布破产。 我爸爸能卖的全都卖了, 包括我妈之前给我哥买的那套大平层。 我爸被冻结了所有资产, 现在他们三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 什么都没有了。 而我妈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我爸的那一批货物抵了一小部分货款, 我妈把那些货加工完之后, 打包又卖给了那几位客户。 双赢。 那些客户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比起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公司, 棒上肖越集团这个巨头显然更有吸引力。 当我妈在办庆功宴的时候, 我爸的公司在被破产清算。 没多久, 我就开学了。 在学校食堂里, 我看到了张力, 他没有认出我。 他再也不是那个在我面前遗止气使的皇后了, 变得很是憔悴。 他大着肚子, 给我们这些学生咬菜, 一勺一勺的, 看起来十分辛苦。 我心里难免地生出了一丝恋隐之心, 但是当他把勺子里的最后一块肉抖下来, 然后把菜放我碗里之后, 我那最后一毫的怜悯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黑着脸默默走掉了, 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来他的窗口买菜了。 我坐在离他的窗口没多远的地方吃饭, 听到了他跟食堂里别的大妈说话的声音。 有个大妈说自己女儿就要结婚了, 问他们觉得给女儿多少嫁妆合适。 别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看法。 有的说一辆车, 有的说最好一套房, 有的说至少给个首付。 但张力就清心脱俗了, 依我说啥都不该给, 彩礼都不用给他。 车房让女婿买不就行了? 彩礼留着给儿子娶媳妇, 多好! 一阵沉默。 看别人那嫌弃和无语的表情, 我在心里笑出了声。 估计张力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嗨! 好巧! 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过去。 声音来源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帅哥, 他边说边端着餐盘坐在了我面前。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认识过这么帅的男生吗? 认识一下, 我叫谢如风。 我一脸迷茫。 你忘了? 那天我下了舞台之后, 还跟你闺蜜要微信来着。 帅哥对我眨了眨眼。 哦, 是你啊, 不好意思, 你穿上衣服我还真没认出来。 我刚说完, 旁边的人都回头看我, 我这才意识到说错话了, 红了脸。 他也脸红了, 那次是我旁边的那个哥们让我上去要的微信, 他喜欢你闺蜜, 不好意思。 我一时憋不住笑了。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他看着我, 很是真诚。 夏日的清风从操场吹到了食堂, 也吹进了我的心里。 今日的阳光真好, 风也温柔。 番外, 我和谢如风在一起了。 那天拜托他跟我妈 要微信的男孩是他室友, 叫顾云叶, 他终于还是加上了我妈的微信。 听我妈说, 那个傻小子在追他。 追我妈的方式也很单纯, 送花, 送礼物, 点外卖。 我妈觉得他年纪太小了, 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于是一直拒绝。 毕竟, 年轻人的喜欢总是热烈而短暂。 但, 到今天为止, 顾云叶已经坚持了快三个月了。 我妈偷偷跟我说, 如果他能再坚持三个月, 就考虑跟他试一试。 我爸跟我哥因为得罪了肖月集团, 几乎被封杀了, 在本市完全找不到之前对口的工作。 可张力就快升了, 他们没钱怎么行。 无奈, 我哥送起了外卖, 我爸做了安装师傅, 都是需要出卖苦力的活迹。 其实, 如果我哥留学那几年好好学英语的话, 现在最不济也能做个英语辅导老师。 但是, 他读的是水术, 留学一年也就混日子去了, 英语都说不顺流。 要不是去的自家公司, 他毕业的时候可能工作都找不到。 所以, 他沦落到现在的境地, 也理所应当。 我爸跟我妈在一起之前, 就是一个工厂工人, 现在也不过就是干起了老本行而已。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我妈, 她应该会一直干这个, 哪来的机会去管理那么大一家公司。 但, 他们毕竟经历过豪奢的日子, 那些年的玉石真修, 别墅豪车, 如今都成了一根根锋利的尖刺, 时时在他们的心头上狠狠刺一下。 他们经常抱怨, 在朋友圈发一些或悲伤或愤怒的文案。 虎落平阳被犬欺, 今天送外卖, 送晚了几分钟, 那个臭娘妈儿投诉了, 气死我了。 唉, 今天累了一天, 在十八楼的窗外装空调, 真够吓人的。 真是可怜呀, 不过, 他们活该。 他们确实活该, 心思都在张力肚子里, 那个男孩的身上, 似乎完全忘记了, 我小侄女的存在。 有一天, 我跟谢如风一起去步行街玩的路上, 路过了我小侄女的小学, 他们刚好放学。 他才小学一年级, 别的同学都有父母来接,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家走。 月月, 我叫住了他。 月月听到我的声音惊讶了一下, 然后便开心起来。 小姑, 她开心地向我跑来, 抱住了我。 你怎么一个人, 你爸爸妈妈和爷爷呢? 他们让我学会自己回家, 他们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能让大人为我操心。 妈妈说弟弟快出生了, 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弟弟, 等弟弟长大, 我要给他买房子呢。 月月很是自豪地说, 似乎他已经是个听话的小大人了。 听吧, 我怒从心起, 张力他自己吃了恶果, 难道还要让自己的女儿变得跟他一样吗? 我一本正经地告诉月月, 月月, 你不要听他们的。 你自己最重要, 照顾弟弟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给弟弟买房, 则是弟弟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责任帮他们管这些事情。 然后, 我和谢如风, 带着月月在步行街逛吃逛喝了许久, 不知道我哥和我爸是怎么做父亲和爷爷的。 从现在, 当月月放学那会儿,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了。 月月的小天才电话手表一直没想过。 这是心大, 还是说对月月完全不在意呢? 我不想把月月送去他们那里了, 反正月月在他们那儿待着也过得不好。 于是我把月月送去了我妈妈那里。 月月很是开心, 她说, 她还以为我们不要她了, 不喜欢她了, 她为此还难过了许久。 事实上, 我妈好几次跟她们说想见月月, 她们不让, 说月月觉得我们是坏人, 因为我们把她们一家都赶走了。 为此, 我妈也听难过的。 这下子, 误会终于解开了。 张力生了, 是个男孩不假, 不过有基因缺陷, 智力不会随着年龄而增长, 并且无法生育。 也就是说, 这个男孩他们要养一辈子。 最让他痛苦的是, 他这次生孩子的时候伤了子宫, 以后再也无法怀孕了。 他们老何家, 最终还是断子绝孙了。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听说, 张力生孩子那日, 我哥和我爸听说张力生了, 还有病, 以后还再也不能怀孕的时候, 都惊了。 我哥开着他的小电驴, 忘了看路, 闯了红灯, 直接跟一个小汽车撞上了, 颅脑受损, 昏迷了三天, 自己全责。 我爸没做防护措施, 一个猎切, 从三楼摔了下来, 断了一条腿。 这下子, 没人伺候张力做月子了。 他也在朋友圈抱怨, 儿媳妇果然比女儿重要。 宁愿帮儿媳妇带孩子, 也不愿意给女儿伺候月子, 悲哀。 他说的是他自己的妈妈。 我挺不忍心的, 买了些补品去他家看他, 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也是我妈的授意。 当然, 谢如风陪我一起去的, 他怕我受欺负。 我按了暗门铃, 张力蓬头垢面, 一手抱孩子, 一手给我开的门。 你怎么来了? 看我笑话。 他的语气很刻薄, 但还是让我们进去了。 他家里怎么说呢? 几乎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昏昏暗暗的。 有窗户的地方都被晾上了尿布。 地上的衣服, 奶瓶, 外卖盒等, 满地乱飞。 屋里的味道实在谈不上好闻。 张力, 这是补身体的, 还有, 这是十万块钱, 密码是你生日。 你先用着, 不用着急还。 我把补品和银行卡放到了他桌子上, 然后便打算离开。 张力叫住了我, 等一下, 你这是? 没什么, 这也是我妈的意思。 我们都是女人, 没必要互相为难。 能互相帮一把就帮一把。 张力迟疑了一下, 你们不怪我了吗? 毕竟, 我拆散了你的家, 有什么好怪来怪去的? 我爸重男轻女是他骨子里带的, 没有你, 他就不偏心我割了吗? 就算换个人, 我们家一样会散。 我定定地看着他, 他脸上的羞愧难以言表。 你最大的错误, 不是闹着要房子这件事, 而是你把你那错误的思想交给了月月。 她还小, 不应该也不你的后尘。 张力哭了, 月月在我妈那边, 你照顾两个孩子也照顾不过来, 以后月月就陪我妈住吧。 你好自为之。 说完, 我便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谢如风一直没有说话。 我觉得他有些反常, 便问他怎么了。 谢如风沉吟了一下, 宝宝, 等我们结婚之后, 不要孩子了吧。 生孩子太辛苦了, 你那么暧昧, 要是变成那样我得心疼死。 我心里暖暖的, 又有些休脑, 于是扭头, 故作声气道, 谁说要和你结婚了。 他却很是一本正经, 我是认真的, 我一定努力娶你。 宝宝你信我。 谢如风和顾云叶 都是清华计算机专业高材生, 比我大一级。 他们一起创建了一个游戏, 在后来的三年内, 不断更新完善, 积累了大量的玩家。 期间, 在顾云叶的持续追求下, 他和我妈也在一起了。 谢如风那段时间, 提起顾云叶就有些生气。 我一开始还不太理解, 直到我听到顾云叶让谢如风叫他爹。 噢吼, 原来如此, 他们俩都是恋爱脑。 一开始, 我跟我妈商量, 打算给他们的游戏投资一笔资金。 他们拒绝了, 说他们才不要吃软饭。 他们要自己去找投资方, 要凭自己的实力来养我们。 我和我妈, 既然这游戏前景这么好, 那把钱让我们自家集团赚了不行吗? 干哈非要找什么投资公司? 他们一想, 觉得我们说得对。 于是我家投资了五千万。 他们两二货, 愣是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我们, 并且还把我们投的钱都用在了项目里。 相当于我们家一分钱没花, 买下了这个游戏, 外加两个中心的打工仔。 后来, 这个游戏持续稳步发展, 短短一年, 就把我们投资的钱全赚回本了。 不久后, 我跟我妈同一天结了婚。 婚前, 他们俩提出了财产公证。 我和我妈的所有钱和公司, 都是我们的婚前财产, 他们一分不要。 他们说, 哪有男人惦记自己老婆的钱的? 我和我妈妈, 终于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